路并不滑,路是大粒的鹽 好处是不滑了,解了燃眉之急,但不好的是,我这种鹽多到水里边去,污染不污染呢,而且撒的有点多 好处地熟,ués下来有点多,趴着的火燥,用软煮黄油,螢子、黑油肔油,下来来 好处地熟,好处地熟,螢子、 下来吧 好处地熟,熟水溶,倒下来吧 真正下雪时候骑自行车的人 才真正是用双腿的 平常都是用电车的 只有真正刮风下雪 那些老北京 你看这宝安 才会骑着自己的自行车 南方叫脚踏车出来 这些人都是最优秀的人 你看他骑的是他自己的车 不是那种叫什么大锅饭 不负责任的车 那种车呢 刹车 车把好多地都不可靠 就这种黄车 他自己的私有的车 他往往保养的特好 除了技术上的保养之外 还有精神上的情感 他爱他自己 他爱他自己的生命 他爱他自己的车 爱他自己的财产 爱他周围的一切 所以他是真正有爱心的 我不是说那些电车的就没有 我老觉得那些电车有好多不好 我只说自行车的好 第一 他可以锻炼意志 这大冬天冰天雪地的 是吧 一旦要是 首先就冷 这脸上就冻一层冰 这哈气哈到眼镜上 就是一层冰 如果说一辈子天天这么起 风雨无阻 这人意志就没得说 第二 他有很强的控制工具的技术 比如平衡 你看这我脚底下都是冰雪 在这种雪地里边骑车 除了平常所需要的各种技能之外 就是滑 你说你这大雪天不是找死吗 这条街是什么街 新文化街 中国现代式武士运动就从这开始了 新文化 右边里看着的 这火车火房子 这些车 这条车的文化别挡住了 嗯 被往前边 我骑五十米 就是师大女附中 师大女附中 现在叫鲁迅中学 就是当年鲁迅炮 徐光平那地 徐光平被鲁迅炮了 就没去三一八 刘鹤真没去 到三一八 段车月府门口就给打死了 鲁迅就写了 为了忘却的纪念 嗯 你看这房子 民国的 如果说你要不骑车 你能看见这个场景了 嗯 嗯 这就是 军中学 哎 当然我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我这不 不仅骑车 我得注意我脚下滑 我还得空着我的嘴 啊 别说不该说的话 说一次吧 这边每条胡同里都有故事 嗯 骑车之外呢 刚才我说了 锻炼意志 锻炼技巧 平衡感 现在你看我走的是胡同 胡同里全是雪 嗯 我是赵大象的 但我开车其实是个天才 以前我开车的时候 我教了好多人开车 嗯 我教比如我儿子 我前妻 我女朋友 我徒弟 我徒弟有的都死了 比如那个王岩 啊 后来摔死了 都是跟我学的开车 嗯 他们跟我学开车 来我这 教不教他们 我第一就问 我说 你会骑自行车吗 如果他说会骑 我就收他 为什么呢 自行车是人 平常 你能够碰到的最简单的交通工具 说自行车骑的好吗 说骑的好 那行 我就教你开车 因为你可以 通过你的脑袋 眼睛 耳朵 手 身体 可以很好的控制你 胯下的这个车 啊 也有说骑自行车不行的 啊 不会骑 比如我编辑 呃 江林 就不会骑 不会骑 我就坚决不教他 他挤我钱 那时候要买车 我说你别买车 买车啊 你自己不安全 你也不 你对别人也不安全 嗯 你就是一社会公害 后来他没买车 嗯 他是高干的 他爸是将军 他从小 生在 内务部阶 嗯 这这那五节五号院可有名了 就是史家胡同后边那条胡同 嗯 他小学上的是 初中上他二中 他同班同学是 那个 嗯 普存心 普存心是他们班长 他是他们班的红代会主任 就红卫兵代表委员会主任 二中门口那毛主义相 是他们俩画的 嗯 我得戴上口罩 你看我前面这都是领袖下 嗯 这个第一个这是老舍 电竿子后边这是 老舍 教育录 李德昭 李德昭 这是什么 纪小兰 纪小兰也出来了 曾郭三这是 曾郭三 这是纪小兰 这就是鲁迅 刚我说那个鲁迅 你看这个又在这撒 撒盐 嗯 不是 所以这个 又是撒多了 对 现在宁肯撒多了 也不能撒少了 是吧 撒多了 所有的人都宁肯撒多了 什么事都是 哎 而不在乎他的整体的效应 整体就是真的 外国管将军叫真的 就整体 每个人都多弄一点 这世界就乱了 嗯 所以我跟我学姐说 你别学开车 他没开车 啊 如果他学开车 现在到美地了 不仅不知道在中国危害了多少中国人民 现在还得危害世界了 好在他们学开车 我学校的下一个 过来的皮肤 你看我皮肤这么好啊 就是一年四季 风吹雨打 就练眼观六路 你看刚才我 我右前边 来俩女的 老妇女 颤颤悠悠的 楚没出怪怪 我这眼镜上都是哈气 我也看不见 我得轻轻的捏刹车 不能捏死了 捏死了 我就摔倒了 摔倒了 砸了老太太 又是两条人命 不得让他们过去 我自己还得 得把我自己摔死 我这岁数一摔倒 就变老宋哥 一变老宋哥 老宋哥现在还在C 叫什么 C什么U里 这是民国的国会 现在西方上看电影 都好像什么 我就来过一次 因为我不看电影 我不看电影 除了锻炼皮肤之外 还锻炼肌肉 你让你肉 因为我今天就穿了一条 单裤和一条面毛裤 我刚出来的时候 特别滑 特别滑 而且特别冷 那风啊 就穿透我的裤子 可是我从那个北海北门 骑到 骑到富裕街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不到一点冷了 就说明我身体里边的那个 燥热的机能 已经给我 给弄得我 燥热难耐了 接着这个车特别滑 这种 它红走红停 然后汽车再一个优点呢 就是举一反三 拓展你的社会学知识 不仅自然的 自然的你就知道 像桥头 隧道口 街口容易有冰 因为那儿呢 人多 它就一会儿化了 一会儿有洞上 冰多 这种经验 以后当你开汽车的时候 你就理解那些 没有汽车的人 你不至于你牛逼哄哄 一加油 然后见人一身泥 或者在冰那儿 撞死俩骑自行车的 当然更多的 通过这些综合的知识 你可以知道 在什么样的天气里边 怎么样驾驶 不会弄 刚一进来 我这个手给冻住了 我这指纹不管用 拿过来行 谢谢您啊 这手指纹识别 新的苹果手机 就没有指纹 大概指纹不安全 嗯 那些手机 这个手指纹 真的吗 咱们应该把手指纹 这个手指纹 这个手指纹 我都不够 因为我的手指纹 付箱 而且我没有 但我听到 这 pedal 他的手指纹 对 是 我 我 我一来都紧张 您这光要是亮着 就说明您门开着 您在 您要不在我就白来了 10针维生素 B1 13打的那个B12 和斯诺斯 你先开了这个 一会我忘了 我老看看这小 不许说话的小事 每次来 我看病都提醒我 我等中医药方针新政策 这个大夫跟我一样 我是不带钢笔不出来 现在很少 我还看见有写字的 每次我来 它都在写字 而且用钢笔 而且都是特讲究的钢笔 特讲究的钢笔 所以我每星期 我就到这开药了 我怕碰见不讲究的 别人偷脑 先灵孤宝 莫波喜 我这钢笔 我这弄一勾子 我被人偷过 这一勾子勾着 他一下 我说你怎么回事 我说对不起 我这勾着呢 我最严重的 你这是什么吗 从小不是崇拜保尔科扎金吗 我去苏联 那时候还叫苏联呢 就阿富罗尔号 徐阳见我参观去 一小偷偷我镜头 就是苏联人 捏着我的镜头 我特敏感 他捏着我的镜头 我一下捏着他那手了 一苏联老毛子 特不好意思 朝我一笑 我把手松开了 他也把手松开了 这是在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的 那个阿富罗尔号 徐阳先生 所以后来 我就各种东西上 我都有辈分 你看我这摔一钩子 这钩子 我钩子 那贼您知道吗 贼疏一眼 你看冯小刚那个 他一看你有准备 他知道都是同道的 都是同志 革命同志 他就不投你了 还有照相 走遍全世界 国外也是 那都说这被抢了 那被 他看我把那个摄影包 搁地上拿脚踩着 我这大驴蹄子 他一看我踩着 他知道我有防备 所以我 那个吃皮老 你也要粉还要吗 要要要 要 你就给我到 按组织规定的上限 这样我 严冬 我可以少来一趟 哎 那白药还要吗 呃 不要 不要 那我一定 来的 您再问一遍 我说您怎么来的 就 七自行车 我 就是 可以啊 啊 可以啊 您 所以我说七自行车 有第一个好处 锻炼意志 七倍自行车 然后不用吹牛逼什么 哈哈哈哈 什么 啊 花钱再跑哪锻炼去 每天游一千米都不用 第一锻炼意志 第二锻炼技术啊 然后这手脚灵活 不至于脚底下 自己给自己拌蒜 自己给自己瞎马骑 嗯 人生气爽啊 对 另外路上能看见 想走就走 想停就停 要开车 费大劲了 嗯 而且那个坐公交也不行 坐公交 我这退休 坐公交不花钱 但不花钱 车上脏人多 所以我从来不坐 尽量不坐 也不开车 从来不坐 是吧 骑车想走 对 而且那个 我可以偷拍个什么东西的 嗯 我要一上车上 那我想人停人不停 等我下了车 或者我自己开车 把车停在哪 我再去那地 那事早完事 嗯 14日情侦街 可不 是吧 我都没 我都没想 现在对 情人节 挨一针 挨两针 其实是 好事成爽 挨两针 粉红粉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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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事成功 好事成功 对 对 好事成功 你这打针特从容 你到社区医院 北大医院 跟给打猪打针的似的 任务不一样 他们比较忙 对 还有你这打针 是让被打的人坐着的 坐打着他就是松弛的 就那个挨针扎那地儿是松的 他要站着 那人是紧绷着 那条腿就一多更紧张 一紧张 那劲就 他就绷起来了 一绷起来 那肌肉就紧 紧往里打就更疼 其实我也特怕疼 因为我怕疼呢 我就拿一射小机 一拍 一拍我就以为我工作 我就不疼了 再一个 我有耳机 我听评书 我听郭德纲 我一笑 把你耳听过了 没 现在不是郭德纲 现在听的是诺贝尔 那个什么 马尔克斯 活着就为了记录 我们所经历的事 我们并不知道 只有我们记录的事 我们才知道 今天特冷 我从北海后门骑到西四的时候 我那腿 我都想回家换羽绒裤去 我也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骑到西四之后 我腿就热了 热了 还是运动好 对 所以运动好 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腿都冰凉 可是我穿 昨天晚上是挺明显 今天早上也特明显 是吧 我这 今年我都没感觉 就是晚上会觉得那么冷 但昨天晚上特冷 对 今天晚上的时候 我觉得还不是今天 就大宴的时候 两三点钟的时候 对 我有点把我冻上了 对 昨天晚上那个 我觉得昨天晚上 所有人都冻醒了 昨天晚上两点钟 那颜鹤祥 就是郭德纲那个徒弟 德云社颜鹤祥 给我发微信 说睡不着 我说睡不着 你怎么 为什么睡不着啊 我给他出主意 我说你睡不着 你喝点啤酒 他造啤酒 壮壮盘啤酒 我说你给我那啤酒 你喝点 说不管用 我说你喝点红酒 你要没有 我给你点红酒 红酒不管用 那不管用 你开点斯诺斯 斯诺斯 他说也不管用 后来我说这 杨鹤祥 你四十老几 喝好几 你也没女朋友 你说晚上睡不着 原来今天是情人节 是吧 对 我现在找出原因了 昨天情人节晚上 所有的人晚上睡觉都冷 嗯 因为情人节的前夜 晚了吧 好了 好了 我情人节前夜 没情人打一针粉红的针呗 吃点杯 喝点杯 点折没有 点折没有 自己的车的人少 骑 骑电动的车 骑那个公用的那车的人多 嗯 骑自己的车踏实 嗯 人节这天 人人冷 嗯 打心里冷 我刚开了一 一盒斯诺斯 分盐和响两片 嗯 上次睡不着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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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比好日子更难熬